文學千古事,得失我心智, 蕭若元同理細說,新高中中國語文, 現在開始講宋慈的第一首, 這個就是蘇式的念奴嬌, 當然你要講念奴嬌之前, 就要先講一講蘇式,大家都知道蘇東坡這個人, 怎樣講呢,蘇東坡這個人, 是中國歷史上我認為, 藝術全才的幾個人之一, 只有幾個人, 如果你純粹以 詩文字來講, 他都未必是第一, 但是每樣都這麼厲害的人, 就真的沒有,蘇東坡 是他的書法, 書法是入到頭幾名, 這個書法, 畫, 詩, 詞, 文, 都是入到頭幾位, 這個真是難得, 你道府是詩很厲害, 但是他沒有文章傳世, 沒有道府的書法, 或者畫傳世, 去到這麼全才的人, 就好像等於我們這些所謂的文藝復興人士, 再加上學問也很好, 蘇東坡是, 我覺得明朝有一個是這麼厲害的, 就是徐文掌也是這麼厲害的, 徐文掌,徐衛徐文掌, 又是書, 畫, 詩, 文, 曲, 那時候有曲, 他還作戲, 就是四聲元, 這麼全才的人, 你數起來, 在歷史上真的非常少, 好, 這是第一點, 大家要記住, 蘇東坡在中國歷史上, 在這方面幾乎是了了獨造, 好了, 第二點, 這個又難得, 就是三仔爺在文學史上地位這麼高, 這個真的非常難得, 就是所謂唐宋八大家, 蘇氏三父子佔了三個, 他爸爸蘇殊, 弟弟蘇切, 三個就是唐宋八大家, 古文八大家, 佔了三個, 當然, 他爸爸那篇文章, 全世那篇文章, 我是有懷疑的, 我是有懷疑的, 那篇文章就叫做變奸論, 我對於這篇文章是非常有懷疑的, 這個理由我不講, 但是, 如果你把文章分為兩派來講, 古文學派和四六文, 古文派裡面唐宋八個人, 而蘇東坡父子佔了三個, 好了, 論宋慈, 蘇東坡不是自己厲害, 他的徒弟都是很厲害, 都是秦七亡九, 這個, 他的徒弟的詞是獨成一派的, 然後詩, 蘇門三學士的詩, 開江西詩牌, 就是這樣, 是影響到 黃庭堅的詩, 是影響了幾百年, 這個江西詩牌, 他的字, 是入北宋四大家, 就是蘇王米塞, 這個當然是非常難得, 好, 我先簡單講講蘇東坡的生平, 然後再講一些關於他的日事給大家聽, 以及他的性格給大家聽, 蘇東坡可以講是一個天才, 他爸爸帶著他兩個弟弟入京, 一入京就已經是明文當時, 那時候宋朝的考試就好像沒有明清規矩, 他就可以考完這個科, 考第二個科, 他幾次考試都入頭三名, 那時候就沒有狀, 不是很分狀元, 其實他兩次都是考第一, 都是狀元, 好了, 以文才就震驚於當時, 幾個人是連接的, 大家如果聽過我講岳陽劉基, 就知道, 雁廚最賞識范仲淹, 范仲淹最賞識歐陽修, 歐陽修最賞識就是蘇東坡,蘇色, 最賞識, 在這裡講一個日誌, 就是他考試, 歐陽修就是主考, 歐陽修就是想拿他第一, 這一篇文章, 但是, 覺得好像我徒弟曾鞏, 曾鞏也是八大家之一, 寫的, 因為那時候的名字, 就已經貼了小紙, 就是不讓人看, 這篇文章是誰寫的, 這些叫做胡明, 然後就抄過一次, 就叫做逆書, 所以你不可以跟筆書法裡面, 看出是誰寫的, 所以他覺得文氣好像曾鞏, 他就擺放他, 就是考第二, 他發現原來不是他的徒弟曾鞏, 這個是蘇東坡, 他覺得蘇東坡真是冤枉, 就叫蘇東坡來問, 他說你那篇文章寫的真是好, 是一件事就不明白, 我讀書沒有讀過, 你可以告訴我出書, 在哪裡呢, 他就這樣說, 他說, 信之時, 這個象殺人, 他的弟弟殺了人, 高堯, 那時候的法官叫做高堯, 高堯若殺之三, 三次高堯都說, 這個一定要判死刑, 信若射之三, 三次都說, 射了象, 高堯, 所本符, 為什麼一定要判死刑, 是天理, 而信, 為什麼三次要射免他呢, 這些就叫做人情, 就是這樣, 他說這件事, 歐陽修, 現在歐陽修這麼博學, 他說, 我讀書沒有讀過, 你根據哪裡來講呢, 那蘇東坡說, 我想當然, 我想當時是這樣, 即是他撞出來, 即是蘇東坡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就好了, 那蘇東坡做得好, 先講做得好, 最大件事, 他就撞到一個冤家對頭, 就是黃安石, 就是這樣, 當時他原本和黃安石是好朋友, 黃安石本來和司馬框都是好朋友, 但是大家互相反面, 就因為這個政見問題, 這個黃安石變法, 這個蘇東坡是堅持不同意黃安石變法, 又好朋友就變成反目, 於是就被貶, 被貶出京, 就是這樣, 被貶出京, 這個時候, 他差一點沒命, 因為那時候他的聲明是很高的, 那些新黨經常都想整他, 於是就把他的說話集中, 第一次, 即是宋朝其實是相當歡人的, 製造一次的文字獄, 這個就叫做烏台詩案, 就是這樣, 說他的詩是誹謗朝政, 因為貶官就是願望, 蘇東坡是差一點沒命, 是神宗的老母太后, 知道這個人的文才, 堅決要求射他, 所以蘇東坡是在生死關頭, 走了一轉, 被貶, 越貶越貶越低官, 他是受編管黃州, 什麼叫編管黃州, 就是等於現在受到商規, 不准擅自行動, 於是他依然是作詩, 他依然是作詩, 那句詩就是這樣說, 編州從此去, 滄海記餘生, 我太守一看, 什麼編州從此去, 江海記餘生, 難道這個人穿了草嗎, 以為蘇東坡走了, 馬上去找他, 其實他只是講講, 他沒有走, 是受嚴密監視的, 這個蘇東坡是, 當然就是, 他到了新黨, 倒台之後, 到了司馬光, 神宗死了, 捷宗登位, 於是就推翻了所有的新政, 就照司馬光當政, 其實司馬光當政了一年多就死了, 但是司馬光是將所有, 既然他都是反對新政, 就將蘇東坡叫溫回來, 蘇東坡叫溫回來, 但是蘇東坡和黃安石, 和司馬光又爭起上來, 主要就是, 蘇東坡認為, 你不是所有黃安石講的東西, 你都認為是錯的, 就是不可以一刀切, 尤其是奴役法, 明明是民間講得很好, 司馬光是不理會, 司馬光一定要全部推翻他, 凡是黃安石主張的東西, 其實黃安石那種爭氣法和司馬光那種爭氣法, 這兩個人是站在一個建制立場, 應該是反建制立場,其實兩個都是包爭頸, 這兩個都是爭上宮, 於是又再被貶, 又再被貶, 在這個時間, 他是比較逍遙的, 就去了杭州, 去了杭州, 結果沒有多久, 又到新黨當政, 又清算司馬光, 終於是貶去海南島, 在海南島死, 司馬光, 這個蘇式, 死的時候就是六十四歲多, 中國人就號稱六十五歲, 好了, 講到這裡, 要進一步了解這個蘇式, 一定要講一些有趣的事情, 蘇式和其他人為什麼不同, 其中有些事情你可以在這裡看到, 蘇東波的人是怎樣的呢, 蘇東波是挺高的, 蘇東波是, 那一塊面,面形是瘦的, 但是是, 是拳高的, 蘇東波是, 那個人呢, 是爽朗而不驅小節, 那這裡有幾個典故, 有幾個故事, 你就會看到, 他對藝術的看法, 是和其他人不同, 有一次他想起劃足, 他就用紅色的筆, 他身為手上只有紅色的筆, 就用紅色的筆來畫那些紅色的竹, 那那些人就嘲笑, 這個世界上, 哪有紅色的竹才可以, 是不是, 紅色的竹是不存在的, 那蘇東波就怎樣回答呢, 他說不只是紅色的竹不存在, 黑色的竹也是不存在的, 你平時用墨畫那些竹也是不存在的, 這裡就講了他的畫觀究竟是怎樣, 他說畫畫求相似, 如果你畫一幅畫, 只是要求那幅畫, 和現實是很像的話, 張與兒童論, 你其實是學弟弟的畫畫, 這個 是意不畫的, 提綱揭令的哲學思想, 畫不是求恥, 畫是, 你是把自己的意見放進去, 這個開中國文事畫,意不畫的哲學綱領, 畫不是求恥, 是自己的胸襟境界, 投射在那幅畫上, 所以可以這樣講, 中國畫是半抽象畫, 或者是半印象拍畫, 其實是講那個作者的印象, 好, 第二就是, 他這個人是不介意, 只是做一些很文雅的事情, 所以, 其實蘇東坡這麼出名, 其中有五份一是來自東坡玉, 他煮食, 很有研究, 而這件事, 不是後世人作出來附會傳說, 有些是附會傳說的, 即是說那些食品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他只寫一首詩, 講東坡玉, 所以這個是真的, 黃周被編, 編管黃周的時候, 黃周好豬肉, 黃周的豬肉特別漂亮, 價錢賤如土, 便宜到不得了, 富者就不肯吃, 貧者不解煮, 窮的人不懂得怎麼煮豬肉, 是好吃的, 他說多著水, 你用沙蝦, 擺滿了水, 浸著豬肉, 就封密了它, 小著火, 用文火去談它, 其實蘇東坡玉的腰子就是如此, 漫漫煮來他自味, 你要煮日幾兩日, 那些肉就會變化了, 就是這樣, 蘇東坡是很多講飲食的東西, 就是這個蘇東坡, 那種擴大, 那種擴大, 那再講多, 因為你說的太多了, 我講三個小故事就完了, 關於蘇東坡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一個其實就是民間作出來的, 就是他講他和佛印和尚, 他和佛印和尚是怎麼樣的, 蘇東坡有一天, 去到杭州大, 在做杭州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已經誤道了, 他就作出一首詩, 他說, 溪手天中天, 毫光照大遷, 八風吹不動, 端坐紫金蓮, 我現在道就已經得道了, 所有事情都影響不到我, 這個世俗, 他就派過去給佛印看, 看看佛印對於他的誤道有什麼了解, 佛印就在上面批了兩個字, 這些是傳說來講, 未必是真, 佛印就寫了放屁兩個字, 蘇東坡本來對於他的誤道很得緒, 被佛印和尚弄了一個, 放屁兩個字, 就很生氣, 立刻過綱去找佛印晦氣, 他說你憑什麼, 說我放屁呢, 我明明這首詩是寫得這麼好, 和誤道的過程, 就是這樣, 佛印就說, 你又說八峰吹不奪道, 你的道心是這麼厲害, 現在一陣子就把你吹了, 你立刻忍不住氣, 你說什麼的修煉都是假的, 其實是, 我只是批兩個字放屁, 你已經坐不穩了, 你的修養是用來講的, 你明白嗎, 其實做是完全做不到的, 這個, 還有三個比較少的故事, 一個就是, 他有一個妾侍, 叫焦雲, 蘇東哥到了萬年, 雖然他本來是一個高壽, 有一個肚腩, 就像我一樣, 他就問那個妾侍, 這個肚裏面裝的是什麼, 肚子怎麼這麼大呢, 裝些什麼, 焦雲就說, 學士滿肚子, 整個肚子都是不合時宜, 是不會做人, 你去到哪裏都得罪當權的人, 就是, 你得罪王安石, 本來王安石是你老友, 你又得罪, 硬硬頂王安石, 輪到司馬光執政, 你又頂司馬光, 整輩人, 結果, 差點拜成仗, 沒有拜成仗, 是很短時間, 滿肚子, 不合時宜,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就是, 有一天, 他遇到一個老太婆, 講起當年的往事, 這個老太婆沒有名, 那個老太婆講了句話, 這個是千古留縱, 學士, 適年, 富貴, 當然是一場春夢意, 我們叫他做春夢婆, 所有的富貴泛華富貴, 都是一場春夢意, 好, 蘇東坡, 最後一個故事, 輪到蘇東坡, 蘇東坡南下, 黃安石那時候已經完全失意, 兩個曾經作一次最後的相遇, 黃安石, 是騎著小爐來見蘇東坡, 兩個是談了整個時辰, 談了兩個多小時, 那時候, 那些新黨當政, 但是那些新黨的做法, 已經跟黃安石不同, 完全是, 黃安石都不同, 黃安石都是談論很多朝政, 和講回大家顧家的事情, 臨走的時候, 黃安石就說, 這些事情不要傳出去, 就是這兩個巨人的最終一次見面, 而是一笑敏恩仇的,